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金曲閩南語歌后曹雅文 因為與好友許富凱外形登對 過去多次被粉絲湊作堆 他也曾說 許富凱到45歲都還單身的話 便要成為對方的老伴 可見私下交情不淺 沒想到近日卻自爆是雙性戀 而且交過兩任女友 並直言自己現在不想談戀愛 聽到朋友間的愛情故事完全無法理解 思念一個人很痛苦的感覺 單身多年的她 也表示無法像大S一樣勇敢 至少也先見面再說 另外還稱自己喜歡邵宇薇那種類型的 對於自己性向這件事 她認為沒有什麼不可能講 和父母也沒有認真談過 但他們應該可以接受 此前 許富凱收到一名女網友私訊請求見面 她回傳一張被親臉頰的照片 表示 不好意思 我有女朋友了 貼文部分又寫下 妹妹先查清楚 我有女朋友的人了 而且你要小心 我女朋友很能打的 方又欣我很誠實的 你想提早去孟婆客棧嗎 孟婆客棧可以為你完成心願 引發網友熱議 她在劇裡更是現出螢幕初吻 為逃避母親林美秀的徵婚 選擇與方又欣假扮情侶 但卻被眾人懷疑 兩人情急之下 再加上蔡震南慫恿要親親 才能證明是真情侶 先是方又欣朝著許富凱右臉夾親上 後又換許富凱親回 這場左右開工的劇情至少來回了三次以上 堪稱是最大閃光彈 金曲歌王許富凱在槓歸了六次後 終於在去年如願拿下最佳閩南語男歌手 得獎後 接下不少節目邀約的她 也和荒山亮以及客語歌王羅文玉在節目齊聚 以音樂會友 她爆料 前面六次槓歸時 荒山亮竟因為心疼她而落下男兒淚 堪稱比得獎還驚細 而另一金牌音樂製作人周志平則揭露了許多香港大咖的錄音癖好 爆料 譚永林因為國語咬字很糟糕 所以是錄音錄得最輕鬆的笑番現場 此外 許富凱也提到 趁疫情在家期間自己整理了光碟櫃 找到一張印有外婆告別式照片的光盤 勾起了兒時祖孫兩相處回憶 然而十年前 她剛上台北巡夢 外婆就離開了人世 來不及見外婆最後一面 是她心中永遠的痛 曾寶怡說 她人氣非常高 尤其是在《媽媽一輩》裡擁有眾多死忠粉絲 寶媽就是其中一員 更笑稱 我本身就是許富凱粉絲的家屬受害者代表 嚷著要成立受害者互助會 提到去年金曲獎 全家被迫一起全程觀看轉播 等到許富凱得獎 寶媽還激動到落淚 她還透露 互助會成員有人嫌起義和田富珍 因為人媽媽在兒子演唱會上只顧著和許富凱合照 田媽媽則是放棄女兒演唱會去看許富凱 讓她大呼 媽媽都不愛我們 只愛許富凱 許富凱則搞笑地張開雙臂喊話 各位媽媽們來吧 日前 才擔任許富凱演唱會嘉賓的田富珍 出席品牌代言活動 被問到當時合作的狀況 母親看了有沒有覺得很登對 笑說 母親一直都很喜歡許富凱 還會私下跟對方講自己愛熬夜 不過 對於站在一起覺得如何 她則是笑說 好了 我再追追看 當不成兒子 當女婿 但也是開玩笑的 田富珍難得唱閩南語歌 面對實力派唱將許富凱也說 真的有覺得 這語言的歌唱起來有另外一種美 覺得許富凱唱得好好聽 好崇拜她 還不斷稱讚許富凱 直言非常喜歡她唱閩南語歌的感覺 她一唱 然後我再唱 就覺得完全不同的味道 知道自己不是那個程度 但有那個誠意 想讓媽媽開心 音樂綜藝節目於3月推出全新一季 由知性主持人曾寶儀 與新世代的娛樂天后露露聯手主持 而首播也邀請到許富凱帶來10歌翻唱專輯的經典曲目 並專為節目演唱特別版歌曲 訪談時 露露跟許富凱爆料 稱人生主持第一場尾牙被推就是因為你 讓許富凱驚訝不已 露露重現當時主持情境 透露自己才一講完大家歡迎許富凱 退下舞臺就有許多熱情的淑女粉絲爭相奔到舞臺旁 用力將她一把推開 對此曾寶儀開玩笑講 原來仇恨就在當時解下 許富凱則表示 粉絲們真的很熱情 像每年去醫院一唱 都會被許多病患家屬熱情簇擁 讓她險些招架不住 她還開玩笑說 回去後還有剛被拍完彈的感覺 笑凡主持人 金曲歌王許富凱同樣是自小就栽培起歌唱實力 父親從小就積極訓練他唱歌 回憶起兒時練唱的時光 他坦言 我爸爸非常嚴厲 是屬於嚴父親的 他的觀念是 你要做就做到最好 不然不要做 我每天下課回家 一天要練兩個小時的歌 然後只要唱錯一個音 我就會背脊發涼 因為會看爸爸在瞪著我 但也是因為自小扎實的訓練才造就了今日的他 徐爸爸則透露 當時沒想過兒子有朝一日會成為金曲歌王 站上大舞臺 只是想讓他有個一技之長 如今 許富凱已經出道十多年 要首登台北小巨蛋舉辦十歌演唱會 在忙碌籌備開唱之際收到一個大驚喜 封賣五年多的江會特別錄音 稍來祝福 近年將會幾乎鮮少曝光 低調生活的他 這回聽聞許富凱即將公蛋 就一口答應要錄製語音打氣 聯繫製作人陳子虹老師後 破天荒地再度踏進那最熟悉的錄音室 對著麥克風說出對許富凱 對米南語樂壇的肺腑之言 讓人看見他對於後輩的疼愛之情 他感性表示 唱了半輩子的米南語歌 也聽了半輩子的米南語歌 還記得我當年第一次聽到你在明日之星的比賽 我就跟黃毅雄先生說 這個孩子很會唱歌 後來看你在歌壇很努力的奮鬥 慢慢唱出自己的一片天 更承載 大大小小的場子都聽得到你的好聲音 我覺得要把米南語歌唱好 是需要歷練很多人生的 你很年輕 但歌聲裡卻充滿著故事 我知道那是因為米南語歌是你的命 一句句傾訴入心 許富凱難演內心澎湃 回憶提及十年前第一次跟江蕙同臺演出的夜晚 他感恩說道 沒想到自己有機會能跟二姐在四萬人面前一起演唱米南語歌 謝謝二姐給我這麼大的機會 今年十年了 感謝身邊疼惜我 照顧我的長輩 朋友們 米南語歌對二姐跟我來說 是我們的根 我們的命 我會繼續唱下去 對於首都公彈 他難言緊張心情 但透露可能因為空氣污染 讓他在開場前喉嚨發炎 當時有點自責 趕緊去醫院打消炎針後才總彩排 幸好檢查後沒有傷到聲帶 他視為是老天給自己的一個考驗 更自暴當天早上還跪地祈禱 祈求上天讓自己喉嚨狀況趕快好起來 出道這十年 他固定每年都會出一張專輯 且幾乎都會被提名金曲獎 歌唱實力備受外界肯定 只不過去年他多將重心擺在主持和演戲上 近鵬錄製《黃金時代》時 不少歌迷都以為他不再唱歌 擔心地問 你真的不唱歌了嗎 讓他苦笑不得 事業成就不凡的他 其實私下是個孝子 總是將父母放在第一優先做考量 他在一次受訪時 罕見分享了和母親私下的互動 笑言 兩人互動就像父子 講過最親密的話應該是你最近比較瘦 他很喜歡聽 將母親逗得樂不可知 不僅如此 他也透露 每年母親節都會包上大紅包給媽媽 因為媽媽喜歡收現金 尤其是摸起鈔票一碟厚厚的感覺 孝順的他還表示 每月扣出生活費 約繳給母親十萬元收入 自己的部分則是夠用就好了 除了每個月把賺來的錢八九成都給母親外 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笑行 就是在祁山老家砸下600多萬 買了透天錯的房子當孝親房 今年1月 他還表示 幫父母在高雄買房的貸款已經快絞情 所以這兩三年自己也有在物色台北的房子 只不過市區高房價仍讓他望著卻步 原本看好南港交通方便 且離工作地點近 是買房的首選之一 但看完房價後 差點沒讓他吐血 不過他也強調 自己買房比較注重感覺 價格還是其次 現階段就是努力賺錢拼事業 其他的事情也沒想那麼多 但也不免會被長輩問到感情狀態 這時母親就會充當經紀人 出面幫他擋說 沒了 現在打拼事業比較重要 那個不急呢 且因為哥哥姐姐都已經結婚生子 身為老妖的她也沒有傳宗接代的壓力 所以日子過得還算輕鬆 他直言 現在唯一想做的就是買房 並透露 頭期款快存好了 身為歌王的許富凱 在唱歌道路上已經小有成就 而且最近也在著手買房問題 想來她的生活也是一帆風順 希望她於感情上再添一把力 早日獲得自己的幸福 也祝願她今後的生活能夠幸福美滿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